賈蓮走了之後,鳳姐越加不妥,鳳兒起小哭,考姐趕過來,劉佬佬走去礦前,起小念佛,動手動腳搞了一段時間,果然鳳姐好一點。 一會兒,王夫人問報契過來,見鳳姐安靜點,放回心,一見劉佬佬,王夫人就說,劉佬佬,多好,什麼時候來的?劉佬佬就說,請太太安。 跟著呢,他們都來不及說其他,一味個說鳳姐的病。 後來彩雲來都說,老爺請太太,王夫人就叮囑平兒幾句,就走了。 鳳姐現在就清醒點了,見到劉佬佬在這裡,她心裡就信她求神討告好靈的。 鳳姐就洗開了鳳兒,叫劉佬佬坐在礦頭來,就告訴劉佬佬,自己心神不靈,整天好像見到鬼怪似的。 劉佬佬就說,我們村子,什麼什麼菩薩靈,什麼什麼廟有感應。 鳳姐就說,那求你幫忙,拜下吧。 劉佬佬佬,錢我有的。 她就在手裡脫下金額給劉佬了。劉佬佬就說,哎呀,姑奶奶,不用那些的。 我們鄉下人家,許了願,好之後,花幾百錢還個願就可以了。 我幫姑奶奶去拜,許個願,讓姑奶奶好了,要怎麼還,自己去還。 鳳姐就知道劉佬佬一片好心,不要勉強她,只好就戴上額了。 她就說,佬佬,我條命交給你的了。 我們阿巧姐也是千災百病的,都交給你了。 劉佬佬就順口答應了,跟著就說, 我看天時都更早,還趕得出醒的,我回去咯。 第二天姑奶奶好了,再請你去還原。 鳳姐呢,她整天發夢見鬼,嚇到怕了, 萬不得劉佬佬快點回去咯。她就說, 好,那你肯幫我咯,就費心咯。 我睡得較安樂的,就多得你咯。 你阿菁兒在這兒住下先咯。 劉佬佬就說, 哎呀,鄉下小孩,沒見過小孩的,在這兒滾搞了, 我帶回她走咯。 那你就多心咯,既然是一家人,怕咯? 咯,雖然我們現在沒錢咯, 只多人吃飯都不緊要咯。 劉佬佬見到鳳姐是真情咯。 那阿菁兒在這兒住幾天,家裡又省了一點咯。 那也好咯。 她就問阿菁兒肯不肯。 那阿菁兒呢,因為跟阿巧姐玩熟了。 阿巧姐又不願她走, 阿菁兒呢,也肯留在這兒。 於是劉佬佬就吩咐幾句, 詞別歌,就匆匆忙忙趕回出城。 那阿龍翠鵬的妙玉被劫走的事呢, 後來賈府的人都知道了咯。 只不敢說給賈政之意,免得打擾她。 食春知道了,日夜不安。 漸漸這件事又傳到阿菁兒邊了咯。 有說妙玉被賊劫了去, 又有說妙玉動了凡心跟人扔了。 寶玉想起來,一定是被強徒搶了去的。 這個人是不會順從的,一定是不挖而死了。 但是什麼消息下落都沒有, 寶玉就很不放心。 日日長遮短嘆,她還說, 唉,這樣一個高潔傲勢的人, 為何只有這個結局呢? 她又想到了,當日圓中何等熱鬧呢? 自從二姐姐出家,死的死,家的家。 我以為妙玉一塵不染, 實是保得住的。 誰知風波遁起,比臨妹妹的死得更齊? 於是一而再,再而三, 最想起來,她又想到莊子那本書裡頭說, 虛無飄渺,人生在世, 難免風流、雲散。 不覺,又大喊起來了。 雜人他們,以為寶玉是救病發作, 豈起一個好言好語來勸解。 寶差初時不知道她是什麼緣故, 亦說些說話來規勸她。 寶玉還是抑鬱, 而且精神彷彿。 寶差再三打聽, 才知道是為妙玉被劫走不知去響。 寶差也有點傷感。 只為了開解寶玉, 她就說了。 蘭兒送奔回來, 雖然沒有去上行, 但聽見她日夜公書苦道。 她是老太太的從孫, 老太太一世望你成人, 老爺為你日夜操心, 而你就為閒情癡意糟蹋自己。 咦? 咦? 我們這樣伴著你, 又哪有個結果呢? 這樣就說到寶玉無言可達。 過了一會兒就說, 我管什麼人家閒事呢? 可歹我家運氣衰退。 寶差就說, 你又來了, 老爺太太本來想你成人接觸祖宗遺業的, 你一味執迷不悟, 這樣怎麼好呢? 寶玉聽來話不投機, 他就躲在那裡睡。 寶差也不理他, 叫蛇穴他們來試口, 自己就走去睡。 後來又過了一兩日, 鳳姐就死了。 假年手足無粗, 叫人全拉帶來, 叫他們辦喪事, 自己就去回稟假證。 但是手頭又不足, 樣樣都慢慢緊。 這時候, 他就想起鳳姐平日的好處, 又見巧姐哭到什麼, 就越發傷心, 一直哭到天亮。 他又去請了個大舅王仁過來。 那個王仁呢, 自從王子騰死了之後, 王子勝也是個沒用的人, 那麼那頭家呢, 就喝得他亂來, 就已經搞到六親不和了。 現在見到妹妹死了, 只好也趕過來哭了一場。 見到這裡樣樣都張張就就, 求求其其的, 心就很不自在, 她就說, 我妹妹, 辛辛苦苦, 在你府上當了幾年, 也沒什麼錯處, 你們要認真和她辦些後事才對的嘛。 為什麼樣樣都還沒搞頭碟呢? 那賈蓮本來和王仁不是很對的, 她就不是很理她了。 那王仁呢, 就叫了個外甥女巧姐來說, 你娘在世的時候, 只知道一美鳳城老太太, 連我們的人都看不在眼內的。 外甥女呀, 你這麼大了, 有沒有看見我貼過你們的東西呢? 現在你娘死了, 你樣樣都要聽舅父說, 你娘的那頭親戚, 就是我和你兒舅的。 你父親的為人, 我早就知道了, 一美顧著人家的。 你娘, 那年是猶兒娘死了, 聽說我花了很多銀, 現在是你娘死了, 她就將將就就, 你不快點勸喊你父親。 那巧姐就說, 我父親都想好好看看, 知道現在不像以前了, 現在手頭沒錢, 就每樣都節省了。 黃人就說, 那你那些東西都不少的。 去年抄了去都沒有還你。 哈, 你也這麼說, 我聽說老太太又給了很多東西, 你應該拿出來的。 那巧姐不要說父親拿了去, 就一美推說不知道。 黃人又說, 啊, 我知道了, 你想留回做嫁妝, 是嗎? 巧姐就不敢出聲, 生氣到哭起來。 阿平兒就說, 哎呀, 舅老爺有說話, 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啊, 姑娘這麼小, 懂得什麼呀? 黃人就說, 你們又恨不得二奶奶死了, 你們好為王, 是嗎? 我有什麼好要啊? 好看點都是你們有面子的嘛。 說著就生氣爆爆地坐在樹了。 阿巧姐就心想, 我父親都不是母情的, 我娘在那時候, 舅舅都不知道拿了多少東西去呀, 現在說得這麼好聽呀。 她的心就好看不起這個舅舅了。 黃人就想著她妹妹呀, 不知道要儲了多少錢的嘛。 雖然說抄了家而已, 女頭還大把的呀。 哼, 一定是怕我來錢她們。 哈, 幫忙這麼說呀, 那隻臭女兒也沒用的。 從此以後, 黃人就生氣了巧姐。 那賈蓮什麼都不知道呀, 有一尾顧在外頭, 找銀花, 女女愛愛, 要花很多錢的嘛, 一時又怎麼將來得這麼多呢? 平兒知道她急的啦, 平兒就說了, 耶, 你不要太過傷身了。 賈蓮就說, 哎, 還顧什麼身不身呢? 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了, 這件事怎麼做呢? 偏偏的東西都在那裡黏住了, 你說有什麼法子呢? 平兒就說了, 爺, 你不用急的, 我還有些東西, 幸好沒有抄到它, 在裡頭來, 爺, 你先拿它用著吧。 賈蓮聽了, 她心想了, 哈, 又難得呀。 賈蓮就說了, 哦, 那就更加好了, 不用我到處去張羅了, 讓我找到銀, 到時還給你了。 平兒就說了, 我的也是奶奶給的, 還什麼呀? 只要這件事辦得好好看看就是了。 賈蓮的心呢, 確實是挺感激她的, 她就用平兒的東西, 拿去當銀就洗了, 以後有什麼事都跟平兒商量。 那個秋童呢, 看見就不甘心了。 時時喊殺起來, 她就說了, 奶奶不在, 平兒就上去了。 哼, 我是老爺給的人, 她爬了我的頭啊。 平兒就看出她的心思了, 只是不理她。 賈蓮知道了, 就越發嫌棄秋童, 一心煩起來, 就拿秋童出氣。 刑夫人知道, 反而說賈蓮不對, 賈蓮忍著一口氣, 不理她。 後來奉者亭寧十幾日, 就送了笨, 賈蓮守著老太太的孝, 就整天從外書房來, 那時那些清客相公, 就漸漸都遲去, 剩下的晴日兄還在, 試試陪著賈蓮在那裡聊聊天的。 賈蓮就說, 唉, 家運不好, 年輕死了幾個人, 大老爺和真大爺又在外頭, 家計一一日難, 我們外頭東莊的地某不知道怎樣呢? 晴日兄就說, 唉, 我在這幾年了, 都知道府上的人, 個個都是肥自己的, 一年一年拿回自己家, 那你府上當然一年一年就不夠了。 老闆雄若要安排好家事, 除非就傳那些管事的禮, 派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茶, 該走的走, 該留的就留, 虧空了, 就要經手人陪補, 那就有分數了。 那座大官員呢, 人家是不敢買的, 那裡頭花費都不少的, 又不派人管, 那年老闆雄不在家, 那些人又說神又說鬼, 搞到沒人敢進去, 這些都是家人之弊呀。 現在查一下那些下人, 好的就留回來洗, 不好的就趕走, 那才是呀。 賈政就說下個頭話了, 唉,先生, 你有所不知呀, 不要說那些下人呀, 我自己的質疑都靠不住呀, 若要我查, 怎能一一親力親胃呢? 況且我又穿着服, 不管得那麼多, 我向來又不理家的, 有的沒有的, 我都摸不清楚呀。 那個程日兄又說了, 啊,老世翁, 你夠了人, 可以了, 若是別的人家, 這樣的家計, 就算沒了錢, 窮起來十年五載都不怕的, 問管家拿就是了, 我聽說世翁的家人, 還有做資源的呀。 假定就說了, 唉, 一個人要花到家人的錢, 就不得了了, 只好自己省點就算了。 不過賊上的產業, 都怕是有名無實了。 啊, 老世翁, 所見極事呀, 不是晚生為甚麼說要查一下呢? 啊, 先生, 必有所問呀, 我都知道那些管事的神通, 像晚生不敢說呀。 賊正就知道她話裡有原因的啦, 那就嘆了一口氣, 不出聲啦。 那奉者的喪事辦完之後呢, 寶玉就忽然間又病起來了, 整天都不出聲, 一味在那裡傻小, 黃夫人她們沒有辦法啦。 那邊呢, 昔春又說要替法出家, 又是難阻不住, 看她好像不讓出家就要自盡, 那天晚上找人看著她啦。 不過上次以往, 終歸都不是辦法的, 她就告訴賊正, 賊正真是扔心又扔腳咯, 她就說了, 唉, 東虎都不知做了些什麼, 鬧到這樣的地步。 她就叫賈蓉來, 說了她一頓, 又叫她回去, 叫母親認真去勸一下, 若果還是這樣呢, 就不是我家姑娘的啦。 怎知道, 有時不去勸更好些, 一去勸, 昔春更加說要去死, 就說什麼, 我們做女孩子的, 終歸不能一輩子在家, 好像二姐姐那樣, 還心煩啦, 況且後來還死了, 現在當我死了一樣, 就是了, 放我出家, 乾乾淨淨一輩子, 就算你們肚餓了, 若然不讓, 我就唯有死, 我死了, 哥哥回來, 還會說你們不用我呀。 游士本來和昔春是不合的, 聽她說的說話好像有理咯, 那就只好去告訴王夫人知道了。 再說賈政現在, 還在守孝啊, 沒什麼事, 她想起賈舍現在不知何時, 才遇舍放回來咯, 老太太的寧舊放在紙上那麼久, 終歸都是不放心的, 她就想扶舊回南邊安葬, 於是叫賈年來商量, 賈年就說, 老爺的主意好啊, 只是這件事也要好幾千兩銀的咯, 想說靠衙門緝裝拿回些, 怕靠不住咯。 賈政就說, 我打定主意的咯, 你不能夠出門的, 現在這裏又沒人, 幾口棺木都要帶去, 老太太的, 蓉兒媳婦的, 還有你臨妹妹的, 我一個人怎麼照應啊, 我想帶蓉兒去啊, 我想這筆銀, 看過在哪裏借著幾千就夠了。 賈年就說, 現在人情薄過紙啊, 一時就很難借的, 唯有拿些房地文書出去押啦。 賈政就說, 不行啊, 住的房屋是公房啊, 怎麼動得啊? 住房不動得啊, 外頭還有幾間可以出手的, 等老爺以後再熟回, 或是等我父親回來, 再起用回那時就可以熟咯。 唉, 只不過老爺這麼大年紀, 辛苦一場, 質疑實在不安。 唉, 老太太的事, 應該的, 只要你在家謹慎把持就好了。 老爺你放心啊, 質疑雖然是糊塗而已, 但不敢不認真扮你的, 老爺你路上不夠洗, 那經過賴尚榮那裏, 可以叫他出點力的? 唉, 自己老人家的事, 要人家幫什麼? 是, 那賈蓮應了, 就退了出去, 打點錢錢了。 賈政就告訴王夫人, 叫他管好頭家, 自己就擇了出遠門的日子, 就要起程了。 那保玉這陣子, 身體好一點了, 賈環、賈蘭都挺認真讀書的。 那賈政呢, 就交託賈蓮, 叫他來管教了。 賈政又說, 今年是大比之年, 反而戴孝不能夠入考場, 難而是從孫, 復滿也可以去考的, 一定要保育和侄兒去考啊, 能夠中一個舉人, 都很屬下我們的罪名啊。 賈蓮應了, 賈政又吩咐一番家人, 然後就辭別宗辭, 去城外念了幾日經, 就帶著林之孝等人, 護送賈武他們的官木, 下船南下。 打了。 谢谢大家